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来香港的物价比英国很多 英国的价格就算是通胀飙升仍然比香港便宜 以往一个神话就说外国买东西很贵 终于打破了 因为以往你觉得外国买东西很贵 有一个很简单介绍的原因 比如说车费很贵 你用游客身份进来 这才是问题 你不熟悉规矩 你当然觉得你什么都买单程飞 但是贵得很贵 德国坐车 这些人最初我都以为德国坐车很贵 因为单程说三 那时候我五年前来德国两个七 两个七个半钟在Dusseldorp市区 市区任坐 那时候我都不熟悉江湖规矩 但是后来发现根本就不是那一回事 因为如果你住了 其实当地居住 很多时候都会有一个很便宜的月票 你如果月票说五十六元欧洲 全市也不错 五十六元欧洲就很便宜 五十六元欧洲月票 你说全市也不错 你几可出去另一个城市呢 除非你是住市郊要上班 住市郊要上班 那些最多都是一百欧 最多 除非你去到几个城市 你已经去到横跨半个省 所以九元欧洲的 你说是否本来对负担很大 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 当然英国坐火车是特别贵的 但是你会发现 如果你进入普通平民住的地区 无论是监通费 它有当地居住的设定 接着你说食物 你在游客区这些市场是贵的 买滋水也比别人贵 你在游客区这些市场 你不会买的那些 你不要说游客区 你便宜店 在德国 Berlin 有便宜店的Berlin 通常就一支水一公升 三欧 但问题是 如果你不是去火车站附近的便宜店 买的那些是接近24时的 如果你去一般那些 你懂得买的 你去那些Discounter 那些 一支水同样的牌子 一欧一欧一升 已经加上负加费 有些可能他不在买的水 用较便宜的是不是 那买比喻市场自己的 原来是センOOM 應該是三欧子 三欧子 一利 甚至要多 年少 这个人越好把这 KRS 越便宜 只hole 是当地 很多是神话来的 很多所谓的 所以你要搞清楚 越来越多香港人在 overseed住 越知道香港的media 或者一些蓝丝编语的神话 有些就是因为去美国 美国中复 因为美国就什么都偏贵 最大的城市 New York New York是贵的 New York 什么都贵的 New York 什么都贵的 现在都比香港更便宜 香港现在是世界数一数以贵的 甚至香港比瑞士更贵 不好意思 香港比瑞士更贵 我认真 瑞士有时候去过巴塞尔 都比较便宜 这是第一个偏见 第二就是很多人不明白 香港通胀将会接近失控偏见 为什么要这样 西方国家就算有通胀也好 他有很多方法去控制 他也都能控制到的 或者甚至是投资更大 交通的过程里面 他会出进就业的 某程度就会解决失业问题 例如有自主营业 这几件事都很重要 譬如德国 德国的通胀 为什么会比预期低 原本是预期8%变7.5% 一来就是政府屈肌 九欧和车费 那件事是屈肌的 所以现在都打算是行 九欧和太极 但是问题是会不会有一个 就是全国 可能全国月票30欧 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很多人不会开车的 很多人 很多人会放弃炸车的 德国是 那些跌的那些 铁路系统有 大部分都行封电的 这样就将那些 原本用在车辆的那些 需求就可以撥到企业 运用 这件事是差很远的 第一就是本来的 人员政策的问题 就是自主人员政策 另一方面就是 很多时候 很多东西我们没有入口的 出口很多 入口少 西方主要工业国都是 由农业到工业产品 很多是自己的 很多是自己的时候 很多是自己的时候 你的运费成本不少很多 OK OK 就是 你怎么说呢 如果你的运费 运费 因为这次通胀的来源 是来自 Logistic Costs 这件事就是 我一定要记得大家 Logistic Costs 是最重要的 所以譬如在德国 所有在本地 搞得到的东西 不需要依赖外面的东西 都没有影响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 我认为 如果我不是涉及运费成本 我没有问题 譬如 你说 继续 加大 铁路基建投资 会不会造成问题 对德国 不会的 德国本身 有钢 那些铁路 那些火车自己的 那些路轨钢材自己的 它全部都不涉及运费问题 那我一定会有问题 这次通胀的一个很大成因是输入 OK 如果你要依赖入口 要依赖美金 那当然是通胀境 所以英国这次物价 升得比较快的原因是 因为英国很多东西是依赖费的 有些东西是 没有德国的 越能够自主 自给自足的国家 受通胀影响越小 这个就是那个关键 那问题是 英国比起香港 香港的问题就是 完全没有任何东西是自主的 那就出事了 香港 老实说 暂时 有些人还没觉得 那个通胀原因是因为美金 原来会的 美金不断上升 你外面买东西就好像便宜了 那某个程序就失去了 transportation cost 现在是未爆机 是这样的 现在纯粹是好运 因为香港的联系汇 联系汇的 美金暴升 和那个 那个 所得来的 benefit 骗 海某程度上 抵消了 那个transportation cost 纯粹疑似 那问题就是 如果这个效应慢慢消失 譬如美元也不会升到 永远都会不停暴升 永远不会的 这件事不可能的 如果去到这个效应开始消失 而那个运费成本持续上升 的时候 你这次便宜了 香港是入口为主 虽然香港本来的东西都贵 但我说明会不会更贵 我说明会 所以我说香港怎么躺平 香港是很难躺平的 因为那个通胀会失控 但是更大的问题是中国 中国通胀现在是会失控的 中国通胀 因为 中国这个经济出现的问题 它除了眼法人 只知道它还有什么方法呢 你想想 河南村镇银行 都镇压到出白衣人了 你们知道中国是正在出事的 当中国正在出事的时候 你 你还以为你可以制止通胀 你中国 中国要暂时解决问题有什么方法呢 发债 用不开地方发债 用不开地方发债 然后你就会有债务尼基 债务尼基 那时候什么怪事都会发生的 刚刚好 香港很多人要越来越来越赖中国 我香港来挂口菜 那结果你今下什么事 你至于香港的外汇基础 不断被涂空 又有什么基建那时候 其实现在香港要停止了一些基建 香港 因为你会输入外河那些 和涂空香港的外汇 会处备的问题 班友严厉 所以你问我 我怎么看香港的物价 香港的物价是会暴升的 暴升很重要的 而且还要怎样呢 如果我要制止香港物价暴升 那要解决美元息差问题 那要加息 那一加息香港 的 楼市就会抗争的 香港股市又不用说了 香港股市本来已经被挽残 被财已经挽残了 那就再坏一点 所以 你问如果你要一大股储蓄 你打算慢慢撕皮 要躺平 你老人家的话 我就联想你去西方国家躺平 例如西方国家买了楼 那你食物 你始终 又不是什么东西 都受过输入通胀影响的 它不是的 有些东西它不受过影响的 或者它受影响商对势 因为它 可能它是应付工资的上升 或者奥工人成本的上升 那不要还好 在香港 你对这个政府 不会处于民生问题的那一刻惨 你想想全世界的政府 面对这种冲上情况 都是想着如何去 均匀的物件 英国的做法一般就倾向是Credit 可能是Energy Credit 可能是Tax Credit 甚至是倾向Credit 这个做法 德国就倾向 其实现在你看到这种东西 当然有些是Tax Credit Tax Credit 也有 但是看到9欧和这个措施 你看到 它更倾向是直接Subsidize 民生有关的部门 让你平日的开支受到控制 它更是倾向这种东西 你看到 譬如你说9欧和车票 你看到德国的哲学 我直接Subsidize 因为当然这个德国可以玩9欧和车票 就是一个背景的 就是德国 你看到德国不是车票的嘛 因为德国是 一早 它的理念很清楚 它的交通理念就是 它要那些人 尽快不要在 那个 市面上 尽快离开 尽快离开 那个公共交通系统 所以你有杂就对它来说很烦的 而且要很方便转乘 就是你可以第一时间决定 你不是因为车费去决定 那个行程 就是除非你非常长途那些 如果不是呢 你应该是以 你最快的速度 以开公共交通系统为准 所以你没有什么 你一张所谓的 我们叫做 就是 月票 你这个市里面 除非 很特定的公共交通机构 其实几乎没有 或者你见到 那个 logo 的 公共交通机构 其实每个公共交通机构 都有 那个叫交通联盟的 logo 你见到交通联盟的 logo 你坐上去就是 就是你是 second class 就是 没有难度的 所以你在德国人想 坐车就只是考虑一样 是怎样最快 最快达到目的地 不要想 除非你是 ICE IC 或者是 EC 除非这三款 或者是 Fixed Train Fixed Train Fixed Train是更低 它是做到隔禁度 更低过 IC的钱 它是跟IC竞争 它是一个严格的IC replacement 是几样东西 完全是几样东西 它是 因为Fixed Train 它是Fixed Bus 它是巴士 当是巴士 巴士价钱 火车服务 它是这一只 它很过瘾的 这个Fixed Train 是一些很过瘾的事物 但是我不计Fixed Train 的话 其实 基本上 你可以看到那个 Game是如何 所以 德国那个是有基础的 9元飞的基础在那里 一早已经贴的 一早政府已经狂贴 一早政府贴了一够钱 差了贴多多少 贴多一点就贴多一点 联邦政府贴的 不是州政府贴的 以往是州政府贴的 的意思 因为这是州市媒 但是现在政府贴了一份 所以就这样了 是这样的 本来已经贴得很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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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问你 香港没有这个基础 我可以说 你香港 港铁那种经营模式 巴士那种经营模式 完全没有性质害 没有协调的 我告诉你 整个节目没有协调的 巴士和铁没有协调的 跟着全程是票价是 所有回收成本 政府没有任何帮市民的情况之下 OK 我看到的结果很简单 就是 市民的生活经费会很贵 因为香港很多燃油 发电都是钱的 都是入口的 那香港最后就是 楼又贵 但是 交通费又贵 食物又贵 什么都贵 结果就是 市民生活苦不吭 这个就是这样 政府也没有想过 如何去帮市民 继续浪费一些钱 什么明日大嶼 那些 隐私地方 什么北部都会区 那些 你完全没有想过 如何去帮人民 去减轻生活负担 没有 所以我说 留在香港的人 会很惨 我不是说要揍你们 是现实是这样 现实就是 香港没有自主工业 没有 没有自主工业 什么东西都靠入口 中国通胀失控 美元的利益 应该会消耗到一个时间 通胀是由交通费而来的时候 没有自主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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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问我 我怎么看香港的通胀问题 最终的 如果有些人 你本身在英国找到的 极工业 找到的钱 是跟香港差不多 甚至高于香港 我就劝你 现在就离开 你现在就离开 你现在就离开就好了 因为你香港这样的玩法 成本这么高 我告诉你 香港成本这样的通胀 通胀是一个问题的 外资会进一步离开 以往你说香港 楼价昂贵也算 我找到那块钱 看过其他东西 不要说cost of living 你说 其他cost of operation 都不是这么高 问题是 现在香港cost of operation 要是高 但是找不到那块钱 那怎么做呢 那就是离开 老实说 外资楼在香港 他不跟你说感情 他看财数做人 以前是 香港电费昂贵 香港 很多cost of living 就是转价给员工 员工可能 都要一个比较高的人工 不要紧 这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我香港可以找到那块钱 我没所谓 但是有时候 如果cost of living 昂贵 但是我找到那块钱 就没什么 只是给你而已 那问题就是 香港现在出现就是 cost of living 不见得比瑞士低 但是你找不到瑞士的钱 那你就出事了 那你就何必呢 你要自己省水的嘛 还有西方的国家的民主政府 一定会尽可能帮市民 你现在 因为是选票嘛 我想问李家超 会不会帮市民的呢 李家超 那些打赤市民就有 这个死的问题 林郑也认为 因为是很糟糕的 有问题是 你现在更糟糕的 这是警察 他哪会管这些东西 他只是懂得打赤人 721就有他的份 721831 这些东西他就有份 他哪会管到经济 你叫警察去管 或者叫警察去管 去管经济 或者叫警察去管 去管经济 既然明知后果如此 那你还在香港 我觉得 现在流不流感 已经是 除了是 香港的自由 不要给钱 老共用 还有一个 就是你 现在 那个经济 那个经济环境 那个政府的管治水平 会不会 以民心为念 肯定不会 完全不以百姓为念 这个才是问题 如果有通胀 但是政府以百姓为念 或者政治制度 逼政府以百姓为念 还好 现在不是 现在这个政府就是什么 我的角力 就是连刀 就是连刀 一把连刀 割 割到你把我死为止 那你何必 所以我想 大家要去留的时候 你应该考虑多一个 就是 这个通胀 这个因素 不会短期外解决的 因为有战争 俄乌战争 不知道什么时候 但我不计俄乌战争 然后 中国 准备 战争的话 都会继续 和中国经济的情况 继续 这样 出现失控的话 都会 香港人的 战争 是不会解决的 软期 那是五至十年 五至十年的生活 越来越困苦的时候 到时候 你想走你后悔 一日就没有钱 一日就没有钱 一日就是到时 可能已经 玩到封关 那些 仆佳事 你完全没有后悔空间 起不过以前 以前 你要离开香港 不容易 坦白 你要离开其他地方 但是以前 你要 决定去留 你是有时间 因为没有逼切性 没有逼切性 那是一个长远规划 你决定去留 但现在不是 那是一个 生活的问题 不只一个生活的问题 一个生与性的问题 这个才是最大事的地方 所以你说 我怎样看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星期日 星期日 我可以说一些 比较休闲一点的题目 长远一点的题目 如果你问我 你问我 怎样看这件事 我就觉得很简单 一个不以 百姓为念的圣夫 一个不以百姓为念的宗主国 一旦遇到通商 就只会国以告财 完全不会顾起生活 你怎样废也没用 因为 老实讲 那些政客 以前还有民主派的政客 帮你骂一句 你说泛民废 泛民有他废的地方 但是问题是 都是给那些土共有用 实际的 因为没有泛民 那些招套派 现在招套什么人 招套市民 你好吗 那些招套派 那些招套派 全部跟我拎出来 那些人 那些全部 不会为自己说话 附上任何责任 包括黄玉民 全部都在陷阱 你还以为他 会帮你为民请民 你傻 你傻 这些人 从来都不是为民请 这些人 只不过是一群收了钱的狗贾 你知不知道 所以这些人 我不会和他们说道理 全部都在移民 全部都移民 全部都移民 这些人 你现在明白 为什么我这么恨这些人 OK 今晚第一节讲到这里 第二节 香港时间晚上11点